为什么特征组会受到这么多的质疑 主要是因为副总统吴敦毅的相关爆料 实在是一件一件的一直被爆出来 包括他的妻子蔡令仪被爆料说 身边有个贵妇团 牵扯上了很复杂的政商脉络 那么今天民进党中指挥洪志坤再点名说 风心钢铁的董座林明如的太太林张淑文 就是贵妇团的成员之一 而且呢她还是吴敦毅担任行政院长时期 所聘任的行政院政务顾问 不过针对这一点 林张淑文的先生林明如 今天仍然是出面解释说 太太是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啊 而当时是她不愿意当政院的顾问 才由她的太太来挂名 埃及金字塔背景前笑了灿烂 她就是林张淑文 除了是风心钢铁的董事长夫人 还是行政院的政务顾问 顾问头衔怎么来 民进党中指委洪志坤报内幕 蔡定以贵妇团的成员之一 那因为贵妇团的成员 所以林张淑文在这个吴敦毅 担任这个行政院这个院长的时候 结果来担任这个行政院的政务顾问 太太是家庭主妇 她从来没有跟副总统夫人 见过一次的面 也没有谈过一句的话 她认识她只是从电视上看过她 林张淑文没露脸 她的先生林明如出面为太太喊冤 林明如所经营的风心钢铁 民国58年创立 资本额超过58亿 员工770多人 公司庞大 有小中刚之称 但林明如口中单纯家庭主妇太太 怎么会挂名行政院政务顾问 做了很多有关产业界的一个发声 因为她对我的印象 我的发言印象很深刻 同时我是钢铁工会的理事 所以那时候的吴院长 他是要聘请我当行政院的政务顾问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企业的人士 我不想被人家贴上标签 我就说要求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 那由我太太来当行政院政务顾问 当林毅市中钢贪毒案发生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查一查 吴敦毅的这些跟钢铁业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如何的紧密 吴敦毅你为了争取总统大位 所不见在钢铁业界的这些人脉 做了哪些事情 你最好跟马英九坦白 不要让马英九总统看到报纸才知道 你干了哪些好事 洪志坤点名的蔡令仪贵妇团 张姐回耀在钢铁营造业界 还是中钢跟高雄螺丝业厂商之间的仲介者 孙祥英先生是中钢行政助理副总 现在又多了钢铁公司董娘林张淑文 三人都和钢铁业有关系 也让吴敦毅蔡令仪复杂的钢铁业网络逐渐现行 明星闻众报道 当下omy祖衣钢行政助理副总 现在为化员村大的仲介